第七章表格 在本章节当中 我们将带各位来学习 握得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 表格的使用 在有些复杂资料的一个呈现排版当中 如果我们可以用表格来呈现 将可以让我们的文件内容 更容易被理解以及阅读 因此熟悉本章节表格相关操作动作 将能够让我们在文件编辑的能力上 更上一层楼 本章节的学习目标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建立表格 第二点插入蓝与列 第三点删除储存格 第四点调整储存格的蓝宽与列高 第五点设定表格的蓝列标题 第六点设定表格替代文字 第七点设定表格框线 首先我们将从表格最基本的动作建立表格开始进行示范 在操作建立表格动作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表格的组成结构 每一个表格最基本的组成结构 是由直向的蓝以及横向的列所组成 而在直、蓝、横、列所交叉构成的位置 我们称为储存格 而这个储存格就是我们用来储存文字 表格、图片等等表格资料内容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要建立一个表格 我们必须要先在心中规划 我们这个表格要有几个直的蓝 以及几个横的列 这里我用一个简单的成绩表的一个示范 来说明建立表格的过程 在这个练习当中 我打算建立五蓝三列的表格 所谓的五蓝呢 各位可以在心中想象一下 从表格的最左边开始 第一直蓝将会是学生的座号 第二蓝由左往右 第二蓝将会是学生的姓名 第三蓝是第一个科目国文 第四蓝第二个科目数学 第五蓝第三个科目英文 所以我希望从左到右 有五个直蓝来组成 至于三列呢 当然只是因为示范时间的关系 我这边做三列的一个示范 最上方横的第一列 就是我刚念的那些标题文字 那么从第二列开始 将会是记录第一位学生的相关资讯 以及成绩内容 以此类推 第三列将会是第二位学生的一个资料内容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构想 来示范如何插入表格 接下来我们就来示范表格的建立动作 首先我建立一个新的空白握的文件 然后我先在第一段输入这份文件的标题文字成绩单 好 输入完毕之后呢 关于格式的部分 各位可以参考之前章节所学过的 在列习过程中针对这个文字的字形 大小对习方式加以设定 让文件更加的美观 那这里我直接按Enter键 往下新增一个段落之后呢 记住当你的焦点游标在哪里 你所建立的表格就会位于那个位置 所以在插入表格之前 也要先确定你们的编辑游标所在位置 接下来要建立表格 当编辑游标位置正确之后呢 按一下Auto键 功能区锁引标签锁引标签控制下 当焦点跳到功能区锁引标签 预设值会在常用 这个时候我们用方向键向右 插入锁引标签一选取 就会挑到第二个锁引标签插入 然后我们按一下Tab键 进入功能群组 页面群组 封面页您的文件将具备时尚的封面页 接下来按Ctrl键加方向键向右向左 找到表格群组 表格群组 表格表格是组织文件中资讯的好方法 其他资讯 Alt 请 当你听到表格群组之后 您就可以按一下Enter键展开插入表格的选单 EXE表格功能表 这个时候您会听到NVDA暴读EXE 这个EXE指的是1乘1 也就是一栏一列的意思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方向键上下左右 来控制修改蓝列的数量 比如说我这时候将方向键向右按一下 RXE表格 我们听到了NVDA暴读EXE 也就是2乘1表格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表格的结构就会是两栏一列的形式 如果这时候我按一下方向键向下 RXE表格 你会听到2乘2表格 也就是两栏两列的表格 所以根据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我打算建立一个五栏三列的表格 那么我就可以利用方向键 往右 3X 2表格 4X 2表格 5X 2表格 连续按几次向右方向键 听到5X2 五栏两列 这个时候左右方向键就可以不用按了 那当然如果不小心多按了一次向右方向键 变成了6栏 6X 2表格 没有关系 此时您只要按一下向左方向键 5X 就可以让栏的数量回复到5栏 紧接着我可以向下建立我要的列的数量 5X 3表格 好 当我听到5X3也就是5乘3 5栏三列之后 这就是我当初所规划的想要的表格数量 这个时候我按一下Enter键 Microsoft Word 文件编辑区多行 表格有三列五栏第一集第一列第一栏第一页第一节 这个时候NVDA会报读内容编辑区表格有三列五栏 而且预设值焦点在最左上角第一个储存格 也就是第一列第一栏第一栏第一栏的地方 这就是从无到有建立表格的一个基本过程跟动作 各位可以试着列习看看 equals 当表格插入成功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简单说明一下 在表格里面导览的一些技巧 我们刚刚知道预设值插入表格之后呢 焦点会放在表格最左上角第一列第一栏的储存格 而我们在操作Word搭配NVDA萤幕报读软体的时候呢 一般我们在表格里面导览 我们都会利用以下组合键 Ctrl键Auto键按住不放 加上方向键上下左右 这样的动作可以让我们的焦点在表格内移动 并且听取储存格的坐标资讯 比如说我先按住Ctrl跟Auto 然后方向键向右按一下 第二栏 您听到NVDA报读第二栏 却没有报读列 原因是因为我目前的焦点还在第一列 只是向右移动焦点到第二栏 所以当列没有改变的时候 NVDA只会报读蓝的一个资讯 这个时候如果我按CtrlAuto不放 加方向键向下 第二列 此时焦点会移到第二列 第二栏的储存格 那刚刚您听到NVDA报读第二列 而没有报读第二栏 原因是因为它依然在同一栏 只是向下移到了下一列 所以各位在操作表格的过程中 对于焦点所在的位置 要随时去注意 以免不小心在错误的位置输入了资讯 好 那么接下来 我呢 在利用CtrlAuto加方向键 将我的焦点移回表格最左上角 第一列 第一栏的储存格 第一栏 第一列 有的时候我们在确认焦点所在的时候 有一个技巧 当我焦点已经移到表格的最左边 最右边的栏 或最上面或最下面的列的时候 如果我继续移动CtrlAuto跟方向键 会听到以下资讯 表格的边缘了 表格的边缘了 这就表示 我目前焦点所在储存格 已经到了表格的最边边 像我刚刚移动我的焦点 移回了最左上角第一列 第一栏的储存格 所以这个时候我CtrlAuto按住 向左方向键 或是向上方向键 都会听到表格的边缘 这样的资讯 这样子也可以让我们再进一步确认 我们的焦点是在正确的位置 至于要在表格内输入资料 当然就是焦点放在所要输入资料 储存格里面之后呢 就输入所需要的文字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输入 L B B Y Z O Z R 我输入了原本我规划的第一栏标题文字 做号 输入完之后呢 一般我们在输入表格的资料 建议各位如果可以 尽量由左至右由上往下 所以当我在第一列第一栏的储存格 输入做号之后呢 我只要按一下T A B Type 键 第二栏 焦点就会由左向右移到下一个储存格 也就是第一列第二栏的储存格 我就可以继续输入我要的表格内容 我输入了姓名 接下来继续按一下T A B 键 跳到第一列第三栏 第三栏 继续输入 继续输入 O A Q E W X 所以各位就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 从左到右 每一个储存格资料输入完毕之后呢 按一下T A B Type 键 跳到下一个储存格 然后依序输入我们的资料 当然如果您资料已经 比如说从左到右输入到最后一栏 也就是第五栏的时候呢 您可以利用刚刚所学的导览技巧 Ctrl Auto 再加上方向键 将焦点移到下一个 您要输入资料的储存格 继续依此原则输入资料 慢慢的将整个标格资料内容建立好 所以这里为了节省时间 我示范几个资料输入的一个原则之后呢 剩下的我自行将资料内容建立完成之后 我再进行下一个操作示范动作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当我们在表格里面输入资料的时候呢 除了用Ctrl Auto加方向键 去移动焦点所在位置之外呢 如果可以依序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输入资料 那是最好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像我刚刚 先基本在成绩单这个表格里面 输入了一些资讯之后呢 我现在的焦点 第二列第六栏 行为 各位可以听到 我目前资料输入到一半 焦点停留在第二列 第六栏的这个储存格当中 那这个储存格是第一位同学小花 他的那个英文成绩 目前我还没有输入 那我要在这边示范 就是当我们从左到右输入表格的资料的时候呢 按Tab键其实是我们一般最建议最有效率的做法 例如我现在在第二列第六栏 小花这一位同学的英文成绩输入一个分数 比如说98分 第三列第一栏 Norm Log 第二列第五栏 行为 好 我输入98分 9 8 输入完毕之后呢 当我这个时候按一下Tab键 第三列第一栏 您就会听到NVDA报读 焦点自动往下移 移到了第三列的第一栏 所以用Tab键再输入表格资料 由左往右 由上往下 最方便 所以我在第三列第一栏这边 输入第二位同学的做号 比如说2 2 好 按Tab键 第二栏 跳到第三列第二栏之后呢 我输入第二位同学的名字 S2 小 B K D 妹 小美 Tab键 第三栏 好 国文的成绩 一样我就简单输入一个 比如说82分 2 好 Tab键 第四栏 第三栏 行为 2 8 好 确定一下输入是正确的 Tab键 第四栏 跳到第四栏之后呢 这是数学的分数 那我就来个70分 7 0 Tab键 第五栏 注意听哦 这个时候我跳到了表格 第三列的第五栏 也就是整个表格最右下角的储存格 好 我先输入分数 比如说82分 82 好 这里我就顺便教各位同学一个插入表格蓝列的快速技巧 为什么我刚刚一直强调 如果情况允许输入表格资料 最好是由左往右由上往下 按Tab键的效率最高 原因是因为各位想象一下 我目前输入资料已经到了最右下角最后一个储存格 也就是第三列的第五栏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按一下Tab键会发生什么事呢 各位可以听听看 表格有四列五栏第一集第四列第一栏 你们就会听到 本来表格只有三列五栏 可是因为我在最后一个储存格 Tab键按一下 它就会自动在表格的最后面 再新增一列 所以刚刚你们听到的表格有四列五栏 目前焦点位于第四列第一栏 所以我就可以一时类推输入第三位同学的座号 比如说三号 按Tab键 跳下一个栏位 第二栏 好我输入那个第三位同学的名字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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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小钱 再按Tab键 第三栏 跳到第三栏之后 我就可以输入小钱这位同学的国文成绩 比如说100分 一 零 零 再Tab键 第四栏 下一个栏位 数学的成绩 我输入比如说98分 九 八 再Tab键 第五栏 跳到下一个栏位 英文的成绩 比如说90分 九 零 以上的示范就是我们从插入表格以及如何在表格里面进行导览 还有就是基本在表格内输入资料的动作 那当然这样的原则并不是硬性规定 有些表格可能情况不同 输入资料的一个顺序不一定能够由左往右由上往下这么的按照顺序步骤 所以各位也可以熟悉Ctrl Auto加方向键移动焦点的一个技巧 总之我们只要确定焦点在正确的储存格输入正确的资料 这样子就可以完成表格的制作 以上本章节的表格教学内容示范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本章节还有更多精彩关于表格相关操作的一个课程内容 欢迎各位可以到有声书学会的官方网站 到我们的DACY专区去下载Microsoft Word 搭配NVIDIA 萤幕报读 学习入门的教材进行研读 在研读上如果有遇到任何的问题 欢迎与本学会的讲师群进行联络 谢谢大家